一念离真 皆为妄想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明朝万历年间啊 青州府有个袁个庄 庄主袁天浩家 早年靠杀牛卖肉为生 挣下了万贯家财 后来放下屠刀不再杀牛 回到袁个庄过起了舒心日子 可家里啊依然是罗马成群 特别爱牛 仅身强体壮的贱牛呢 就达七七四十九头之多 用他的话说呀 弄了一辈子的牛 一天看不着牛啊 心里都不踏实 谁知一天晚上啊 昊月当空 月光如水 袁家的四十九头贱牛 竟突然全部发起风来 冲出牛圈 直奔袁天浩家的祠堂 冲碎大门 挑翻供桌 踏烂祖宗牌位 把整个袁氏祠堂几乎移为平地 然后四十九头贱牛 竟然对着浩月 齐刷刷跪倒 齐生惨患 最后 牛眼喷血 倒地而亡 袁天浩文报大惊啊 一面急忙命人整修祠堂 一面亲自把百里外的阴阳先生 陶百成请到了家中 陶百成详细询问了 狂牛悔祠拜月的经过 又仔细查看了死牛的尸体 看了看袁天浩 袁袁外 树桃某口无遮拦 牛悔宗祠拜月毕命 此乃凶兆啊 袁外可否记得 何事与牛结此恶怨呢 袁天浩愣了愣 不瞒先生啊 老夫中年来到此庄 此前乃是杀牛屠夫 只是老夫平生有一嗜好 爱吃牛舌 而且是鲜活的牛舌 所以老夫每次杀牛 必先将牛舌活活割下来 用来下酒 待老夫享受完 鲜牛舌的美味 酒足饭饱 然后再将无舌之牛杀死 老夫此生啊 以食牛舌尽千根 陶百成眉头颈皱 杀牛以损应得 我牛割舌更是残忍至极 千头怨牛 恶气不散 经年累月 集结为例 必来讨债 先祖死于园外之手 而后代贱牛 依然为园外耕种 故贱牛悔辞败月而亡 贱牛虽亡 怨牛气却未复仇 园外必有大难 人亦可改 可天亦难为呀 死结是难是灾 园外能否逃过 只有按天数定夺了 我只能给园外补上一挂 看园外的命理如何吧 郝百成说完设置香案 镜上三柱神香 系好挂牌 让袁浩天镜首七变 亲自抽出了一张挂贴 郝百成打开挂贴 直接上面写着四句祭语 此去惊月 此夜时分 自行不义 鱼牛亡身 啊 鱼牛亡身 袁天号顿时惊慌失色 一把拉住桃百成 先生 你可要救我呀 桃百成摆了摆手 园外呀 此乃天意 又倒是天意难为呀 桃某实在是爱莫能助 无能为力呀 袁天号十六岁的儿子 袁伯 一下跪在了桃百成的面前 泪流满面 先生 求求你救救我父亲吧 你有什么要求 我们都答应 如果真是我父阳寿已尽 那我宁愿用我的命 换我父之命 说着磕头山响 桃百成长叹一声 唉 看在少爷一片孝心的份上 我就拼命搏上一搏 从今后一个月内呀 须听我安排 熬过下月十五夜半子时 劫难自消 能否逃过此难 就看园外你的造化了 袁天号点头应允 整个袁府在桃百成的指挥下 迅速行动了起来 袁天号每天的活动范围呢 仅限于书房之中 吃住全在书房 一个月内盖不会客 桃百成带着管家 袁顺寸步步离地守在他的左右 袁博也不顾大家的劝阻 时时跟父亲待在一块 袁府家丁分成三队 一队在府里巡逻 一队在府外巡逻 一队在庄内巡逻 一旦发现有牛出现 一律击毙 又派出精明强干之人 守候在庄外各个道路口 发现有牛出现 就远远驱走 否则就立即必杀 再赔以相当的银两 最后 甚至连牛肉都不允许 在圆个庄出现 就这样铺开了人海细网 再加上桃百成驱数做法 大家呀 都盼着能逃过此劫 在众人提心吊胆的苦挨苦熬中 转眼又到了月圆之夜 袁天昊一大早啊 就在桃百成等人的陪同下 静坐于书房之中 整整一天足不出户 夕阳西下 昊月东升 转眼已是定更时分 袁府内一片安静 突然 远远传来一阵凄厉的牛吼声 紧接着平地起了大雾 众人立即紧张起来 各持刀枪加紧防备 不到一炷香的功夫 一骑快马冲到了袁府门前 一个派出的家丁甩灯下马 兴冲冲一路高喊着奔了进来 老爷 那个索命牛已经完了 站住 站住 后左右都用陶先生的神符阵好 他们刚准备好 天却下起了大雾 对面不见人 就在他们提心吊胆的防备的时候 突然传来了一阵牛吼 数十头献牛在一头公牛的带领下 疯了一样向着上缘各庄冲来 他们全都吓傻了 要是没有那些线坑 他们全都会毙命牛角之下 等他们反过神来时 那些牛早已经掉进线坑 被里面的竹签戳成了血葫芦 正在他们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的时候 那头领头的公牛竟然怪叫一声 从线坑里跃了出来 身上带着十几根竹签 浑身是血 脸眼血红地向他们冲了过去 两三个庄丁惨死在了牛角之下 最后那头公牛口喷鲜血 扑倒在地 大瞪双眼而亡 过了许久 众人围上前去 这才发现 公牛的脖颈下带着一门银色牛铃 上面有两个金字 索命 众人大喜呀 一面让这位家丁 带着索命牛额下的银色牛铃赶回来 向园外报喜 管家 请看 家丁说着恭恭敬敬 献上了手中那枚银色的牛铃 索命牛死 死了 索命牛真的死了吗 袁天号闻讯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几步跨出书房 伸手去接袁顺手里的牛铃 园外且慢 管家袁顺一步抢到袁天号的前面 时辰未到 一切以小心为高 我去接牛铃 袁顺说完 转身来到门前 仔仔细细询问了家丁府里的事情 确认家丁确无假冒后 这才上前一步 伸手去接牛铃 突然 家丁惨叫一声 双手颤抖 牛铃当的一下掉在地上 随后家丁一头栽倒在地 双手冒出黑血 眼睛外挠 脸色发青 转眼间 弃绝身亡 牛铃 袁顺盯着牛铃 眉头皱成了衣字 他叫过一名家丁 拿了一块生肉 在牛铃上抹了几下 然后扔给一条护家狗 护家狗几口吞下生肉 不到一炷香的功夫啊 便惨叫几声 抽搐几下 弃绝身亡了 盖死的家丁 竟然想以牛铃暗害园外 明天给我查清 袁顺狠狠踢了家丁的死尸一脚 转身回了书房 目睹了这一切 袁天昊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一把拉住袁顺的手 我此生绝不会亏待于你 园外言重了 袁顺摇了摇头 效忠主人是唯仆之本 也是园外洪福齐天 所以才能逢凶化吉 好 我要与你共饮一杯 袁天昊说着 拉着袁顺走到桌前 抓起桌上的酒壶就要倒酒 怎能让袁外亲自动手啊 我来我来 袁顺急忙接过酒壶 看袁外在太师椅上坐定 这才轻轻争起了酒 小心 袁顺猛一抬头 脸色顿时惨白起来 主位后墙上的巨幅画 竟然掉了下来 画轴狠狠地向着坐在 太师椅上的袁天昊的脑袋上 砸了过去 袁顺一下子窜了起来 猛地一推袁天昊 画轴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头上 顿时脑浆泵裂 气绝身亡 画轴上竟然是著名的五牛图 袁天昊吓得呆目了老半天 才反过神来 急忙叫人把袁顺的尸体抬出去 桃柏城抬手制止了袁天昊 袁袁外 树桃某嘴下无德 你究竟还有什么对牛的大过 没有说出啊 你现在还是说出来 这样啊 袁顺死的才能闭眼 因为这 绝不是牛舌之恨啊 顺着桃柏城的手指 房内的铜壶低漏 显示时辰 早已过了子时 袁天昊常叹了一声 唉 那还是十几年前 我带着袁顺同座屠夫 那年薛县令妻偶得怪病 必须要新鲜牛皇做药方可治愈 我和袁顺连夜活铺牛腹取牛皇 可谁知啊 连铺了七头牛都没找到一丝牛皇 后来我们又铺了五头怀育母牛 将牛胎活活取出 献给薛县令 做了药引 当时袁顺铺牛铺得多 所以要死也只能是他呀 陶百成的眉头舒展开来 活泼母牛取胎做药 这等丧尽天良的事 就是做一件也会死无葬身之地呀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陶百成说着 猛地操起七星短剑 前窜一步 匕首狠狠地向着袁昊天的胸口刺来 我命休矣 看着闪电般刺来七星短剑 袁天昊闭上了眼睛 随着一声翠响 陶百成惨叫一声 栽倒在地 原来呀 一直跟在父亲身旁的公子袁伯 抡起画轴 打断了陶百成的右臂 救了袁天昊一命 说 你是人是鬼 袁伯捡起七星短剑 抢不上钱 逼住了陶百成 陶百成哼了一声 哼 你做的坏事太多了 所以根本就记不清都害过谁了 你还记得玄都冠吗 十五年前 我本是玄都冠一个小道头 你看好了玄都冠 就想纳为己有 我师父宁死不允 你欺玄都冠小 便想强夺 于是心生恶计 那一夜 你怒来摆头蛮牛 尾上拴好鞭炮 围着玄都冠点燃 蛮牛受惊冲入玄都冠 可怒我师父师兄四人 全死于牛角之下呀 恰好那夜我杜谢出宫才管逃得一命 十五年来 我隐姓埋名 始终不忘此仇 一月前 恰逢你装贱牛得病 你以为有鬼 所以我以牛来报仇 谁知老天竟不长眼呢 又让你这恶魔逃了一劫 我就是死后化为厉鬼 也要抓你抵命 你个骗子 装神弄鬼欺骗我父 竟又花言巧语侮辱我家 我先杀了你 陶柏城的话音未落 袁伯手里的七星短剑 已经向着陶柏城刺了过去 孩子不可 袁天昊惊叫一声 哭过来猛地一推陶柏城 七星短剑狠狠地 刺进了他的胸膛 袁天昊大瞪着眼睛 嘴张了几张 倒地气绝身亡 爹 袁伯悲叫一声 呼倒在父亲的尸体上 随后他猛地扭头 血红着眼睛盯着陶柏城 猛地举起了七星短剑 柏儿 住手 随着一声悲惑 袁母走了进来 一把夺下袁伯手里的七星短剑 扔在地上 傻孩子 袁天昊那恶贼 他不是你爹 恰恰是你的杀父仇人啊 袁伯和陶柏城 全愣在了那 陶柏城看着袁母 夫人 孙夫虽非我杀 却因我而死 他虽死在余孤 可我杀人也愿偿命 夫人不必救我 袁母轻轻摇头 含泪说道 先生想错了 我原本不是袁天昊之妻 而是他的好朋友 林兴友之妻 谁知袁天昊看我起义 十六年前暗中害死了我夫 霸占我来到此处 当时我刚怀我儿 为保林家血脉 我忍辱屈从了袁贼 袁贼不知 十六年来 一直以伯儿为轻生 我夫林兴友生前曾对我说 生儿可取辱名为小牛 袁贼被伯儿所杀 还是鱼牛而亡啊 陶柏城看着哭成一团的母子俩 仰天半赏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七心逆行 再劫难逃 第二天 袁贼庄对外宣称 所命牛子时现身 连伤数命 击败陶先生 最终所去袁天昊之命 一切皆因袁天昊为父不仁 步行善举 从此后 袁贼庄要大行善道 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后葬了袁天昊 达那后 袁伯积德行善 广开善路 被人称为袁纳善人 袁贼庄呢 后来也被人称为善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分享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